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所有考生来说都行都难 要相信材料再行 所以考察的知识肯定是我们学过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天直播 距离高考只有六天时间了 星光不问赶路人 坚持到现在 每一位考生都很了不起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天天直播从复习方法 心理疏导 日常作息等等方面 请教了各个领域的专家 给考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一系列的温馨贴士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 安庆一中的老师 给理宗考生书里的备考建议 接下来我们可要认真听哦 理宗科目的老师向同学们建议 在考场上做题时 首先要认真审题 审题时一定要通读全题 见到熟悉的内容和题型 不要麻木乐观 因为在高考考题当中 原题的可能性很小 完美是材料熟悉 但初题的角度 方式会有很大的变化 一定要认真分析 不要受原题的干扰 以免失分 见到新题和蓝题 不要过分紧张 因为这些题对所有考生来说 都新 都难 要相信材料再新 所考察的知识 肯定是我们学过的 同时确保选择题的正确率 是答题的关键 选择题分值高 做题时要求稳 开始考试时 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 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充分 能够打好 做生物选择题时 要选最符合实体要求的选项 做化学选择题时 对魔能难可的选项 也要找出最符合实体要求的 做物理选择题时 对哪不准的实体 宁可少选 不可错选 要确保选择题的正确率 此外 大题规范答题也很重要 同学们在做大题时 要慢审题快答题 做答时一定要按照各科的具体特点和要求 规范述写 同时要注意科学分配考试时间 理科增合三科合一 按分子分配 生物大约需要20到25分钟完成 化学大约需要50到55分钟完成 物理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完成 剩下的10到15分钟时间为机动时间 这是最合理的安排 记者毛彦祥报道 明天文宗考生不要错过 我们接着来分享大题技巧 今天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 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吸烟是慢性呼吸疾病 癌症心脑血管疾病 及糖尿病等众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同时二手烟对健康的伤害也很大 在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 记者走访了网吧酒店等公共场所 发现随意抽烟的现象已明显减少 但是小部分公共场所 净烟有点难 上午10点钟左右 记者来到了这家名为巷子里网咖 在网咖内随处可见静止吸烟的标识 可是现实情况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上网人员在网咖内可以随意吸烟 管理人员并未进行劝导 在网咖内的地面上有大量的烟地 对此网咖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 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在前台 这个顾客进来过后 都提示他 我们这个场所是全面禁烟的 就是在我们网管工作人员巡视的时候 如果碰到顾客吸烟 我们都劝阻他不要再吸烟 因为如果真的要吸烟的话 请到我们那个室外 室外空间呢 这个可以有地方给他吸烟 既然墙上有标语 管理有制度 那为何和看到的事实不相吻合呢 但是我看你那个 官员的你说的这个情况 跟实际的情况有点忽略 对 这个就是让工作人员上晚 我们工作人员还没有到岗 对吧 这样我们这个下午高峰期的时候 都有人及时的巡视 可能早上呢 我刚刚才上班 我们下一会马上就去巡视 如果有吸烟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制止 记者第二站来到了军兰豪亭酒店 刚进入酒店大厅就见到有人在大厅内吸烟 他的旁边就有醒目的禁止吸烟的标识牌 并未见到有管理人员前来劝导 因为我们是酒店行业啊 我们都会倡导客人就是在公共场所是不要吸烟的 是因为这也是关系到自己的健康 也是也是也客人也可以把二手院带给别人 是这样 但是我刚才看到的很 还是有存在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是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很多经历都在疫情防控上 但是难免呢有一点就是照顾不周的地方 但是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做 记者扎文件报道 目前我市的医院车站机关单位等 公共场所张贴的禁烟标志 基本达到了全覆盖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意识 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执行 管理单位作为禁烟管理的主体 必须行动起来 不能再让禁烟标语前 烟雾缭绕的情景再出现了 从今天起请吸烟 来看直播122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 就必须要通过驾驶证考试 从6月1号开始 驾考将会迎来新变化 据了解此次驾考新变化 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调整了考试内容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就是考试预约间隔时间的调整 对申请小型自动党汽车 常见人专用小型自动党载客汽车的 科普三预约间隔时间以后取得学习驾驶证证明 30日调整为20日 对申请增加大中型客户车准驾车型的 科普三预约间隔时间 由取得学习驾驶证明40日调整为30日 调整以后做到了这个考试间隔时间 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考试更加便捷高效 现在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强 此次调整也涉及到了考试地变更次数的增加 此次新措施加小型汽车驾驶证 异地分科目考试 考试地变更次数 由依次调整为不超过三次 更好地满足群众异地考试需求 变更次数增加了 对我们感觉很有用 给我们这些到外地考试的学员们 带来的很大的方便 记者郁静报道 俗话说兄弟齐心齐力断筋 可是有这么一对兄弟 在一起不但没有做什么好事 反而合谋盗窃 5月5号市公安局急闲路派出所 接到报警称 光泰花园小区一辆摩托车被盗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5月4号晚上19点55分 两名嫌疑男子在通过男装领阶时 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推行着被盗车辆 而另一人骑着电瓶车一路跟随 民警根据这条线索一路追踪 最终发现了两名嫌疑人的落脚点 5月25号民警成功将两名男子抓获 两名男子也承认了 特伦来的车辆是用于自己的日常使用 通过深挖 两名嫌疑人交代了他们于5月12号 在营江区范围内 还盗窃了另外一辆摩托车 这些案件中两辆被盗的摩托车 都属于车主停放在路边 但是忘记上锁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在广大实名过程 骑行摩托车的过程中 也要注意自己的车子锁好 然后不光锁龙头锁 车子轮胎的大锁要进行上锁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将被盗摩托车追回 最后感谢警察 可能很开心 冰管本来是为大家外出旅游 出差办事提供的临时住处 可是就有人利用冰管从事违法活动 5月27号 市公安局大南门派出所民警 根据市民举报 通过摸牌和走访 成功摧毁了一个组织卖淫犯罪团伙 民警将涉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归案 据警方介绍 近段时间以来 有群众反映在宜城路上的一家酒店里 有从事非法经营活动 为打击违法犯罪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根据这条线索 辖区大南门派出所民警 迅速立案展开侦查 通过外围摸牌走访和暗中观察 民警掌握到这伙人的运作模式 在彻底掌握清楚 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后 5月27号 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 涉案的所有人员 被全部带回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调查中民警了解到 由于宾馆生意不景气 老板胡某就干起了非法勾当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 因涉嫌组织卖淫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的后期相关调查工作 仍在有序进行中 记者胡佳报道 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 稍后来看热线800 接下来的热线800 您将看到 碾压井盖出事故 如何赔偿 安信渡江口腔医院 是一所二级专科口腔医院 始终致力于为广大市民 提供舒适安全高质量的医疗照护 开设牙齿种植 正肌儿童牙科 口腔和面外科等特色科室 渡江好牙医 好牙好生活 善德园养老康复中心 是一家级医疗护理康复 为一体的专业护理性养老机构 以高端的环境和服务 给每一位老人 缔造一个温馨快乐 有爱的家 热烈祝贺安庆朱小龙口腔医院 在安徽省口腔医学会举办的种植病例大赛中 荣获一等奖 专注口腔医疗 致力技术引领 打造消费者信赖的口腔医院 安庆朱小龙口腔医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线800欢迎回来 近日有市民朋友向我们的栏目反映 在菜山路上 不少车辆停放在行车道上 由于数量众多 给交通造成了直接压力 记者来到菜山路 在七中门前的路段 确实看见马路上停放了大量的电瓶车 由于车辆太多 一些车辆被放在了人行道上 导致包括学生在内的不少行人都在车道内行走 据周边居民介绍 他们小区里也有不少学生的车辆 记者从事重点工程建设处了解到 该路段目前由他们负责管理 移交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已恢复通车 同时记者也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72条的规定 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 交警部门表示 对于路面车辆停放的问题 他们会协调管理方 学校等部门规范停车秩序 保障通行 记者随后也找到了 安清市第七中学相关负责人 根据我们疫情防控的严格要求 每一个进校的学生 都要进行提问检测 我们学校提问检测 就是靠我们身后的 这样一个测问门来完成 学生如果要汽车子进销的话 就难以通过这个台阶 我们另外一个通道是一个有破度的这样一个进门的通道 如果学生汽车从这个破道进门的话 中途去检测他们的提问 势必会造成学生在破道上的行车安全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的学生都是通过徒步 通过这个测问门来进入学校的 校方表示 考虑到学生车辆对学校门前道路交通 以及周边居民的影响 校方一方面要求不满电动车 骑行条件的学生更换交通工具 另一方面将在做好沟通工作的基础上 尽快引导学生车辆入校 我们所有的同学能够通过公共交通工具到学校的 尽量通过公共交通工具来上学 减少学生汽车上学的这样一个数量 在这种数量的前提之下 我们在校门的那个破道 我们增加人手既保证疫情防控 又保证学生汽车尽效的这样一个安全 记者预警报道 5月10号市民齐先生驾驶车行驶到灵湖北路时 车辆突然失控引发了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认定书 认定车轮在行驶过程中碾压硬井盖 井盖翘起碰撞到他的车辆底盘 造成了车辆失控碰撞护栏 他希望井盖所有单位能给予他一定的赔偿 齐先生表示 既然车辆因硬井盖导致的失控 所以他就找到了硬井盖的管理单位 安庆市重点工程建设处 记者陪同齐先生一起来到安庆市重点工程建设处 但工作人员并未接受记者的采访 随后工作人员通知应景维护单位 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工作人员表示 齐先生车辆损失 他们无法赔偿 我们作为这个事故单位 就是说因为那天是那个 属于那种集团天气 因为这种那个 本身就不是属于我们的责任 那么齐先生车辆损失 究竟该谁来赔偿呢 记者也就此问题 咨询了律师 如果是由于恶劣的天气 比如说这个大风大雨天气 导致着这个硬井盖有积水 形成的扇幅 从而与齐先生车辆的这个车辆 发生碰撞 形成的这个事故 那么这种在法律上称之为意外事件 那么意外事件属于不可抗例的因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齐先生因为意外事件所形成的损失 尤其自行承担 那么第二种情形是 硬井盖的这个管理者 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管理责任 比如说这个硬井盖的设计 施工 包括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管养 存在相应的这个缺陷 从而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那么齐先生可以依据 民法典第1258条第二款的规定 硬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 管理人不能证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企业人可以收集好相应的这个证据 首先与这个硬井盖的这个管理者进行卸商 那么在卸商为国的情况下呢 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程骏报道 下面来看防病健康小专栏 今年的5月31日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 主题是承诺戒烟共享无烟环境 市疾控中心提醒您 烟草对人们肺部健康的负面影响 包括从慢性阻塞性肺病到肺癌等 戒烟可显著降低上述疾病风险 戒烟十年后 肺癌风险可降至吸烟者的一半左右 戒烟越早越好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 请及早戒烟 无烟生活 健康你我 有市民向我们的热线反映 在京开区明生路的一处空地上 有很多人在这里种菜 不仅影响了世荣世贸 还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影响 刘先生就住在京开区明生路附近的西湖绿洲城小区 他告诉记者 这处空地从今年初开始 陆陆续续有人在这里种菜 现在种菜的人越来越多 消水施肥产生的难闻气味 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 风雨吹啊 风雨吹的气味真难闻 于是记者将情况反映到了京开区城市管理局 执法人员就此事告诉记者 对这处空地居民种菜的行为多次进行了清理 下一步他们将加大管理力度 清理这一违规行为 我们再次联合反处 暂地公告 预期不清理的 我们击中清理 记者诸位报道 在大关区海口镇 疑惑人家因为一时疏忽 忘记锁大门了 不料却给小偷一可乘之机 5月20号凌晨 大关区海口镇一住户家中发生被盗案件 民警通过调取视频监控发现 犯罪嫌疑人是在凌晨三点多 潜入受害人家中实施作案的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民警随即对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展开信息验判 经过一天的视频追踪 5月21号上午 民警最终获悉犯罪嫌疑人 正入住在安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招待所 根据这条线索 民警快速出击将其抓获 审讯中王某向警方交代了 自己实施盗窃的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我们的侦查穿病案 王某在我们大关区海口镇布置一起 就如实盗窃 调查中民警得知 案发当天凌晨 王某步行路过大关区海口镇一住户家中时 发现一楼大门没有锁好 于是他就心起邪念潜入了住户家中 记者胡佳报道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 明天我是多云转雷阵雨 最低温度是20度 最高温度是31度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天天直播 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明天宗